哈喽大家好,今天是我的第48个视频,今天和大家讲一讲,在日本退休以后,老了以后,如何生活的问题。 在日本,有个调查文卷,问的是老了以后会不会有不安或者是担心。 结果回答者中,有85.7%的人感觉到不安。 在这所有不安的统计中,有80.9%的人是对年金有所不安。 为什么会有不安呢?接下来我们就从日本的年金机构中,看看我退休以后到底能拿到多少年金。 日本的年金分两部分,底层的部分,也就是第一部分,是最大的一部分,我们叫做国民年金或者说是基础年金。 第二部分是后生年金。 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就是,国民年金或者说是基础年金呢,是所有人都有,后生年金呢,只有一部分有。 后生年金看你工作的公司,你的公司帮你叫后生年金了,这样你才会有后生年金。 所以说后生年金是只有一部分有,或者说是只有你交了后生年金,你才会有后生年金。 所以很多的个人事业主,没有后生年金。 国民年金或者说是基础年金呢,分三种,一号,二号,三号。 二号呢,是一般工作的人会有,一般是丈夫会有二号年金。 然后妻子作为家庭主妇,会有三号年金。 也就是说,在日本,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工作的话,就会能拿到基础年金。 另一个不工作的人呢,在日本叫做被抚养者,也会拿到年金。 在日本,这样的人会被称作为第三号被保险者。 接下来我们来计算一下国民年金或者说是基础年金的具体数值。 很简单,直接套用这个公式就可以了。 这个基数79万5000,每年都会有所调整。 今天我们暂时先按照这个最新的数据,75万9000来算。 我是35岁来到的日本,工作到65岁的话,大约能工作30年,也就是381个月。 妻子比我晚来日本一段时间,所以她的月份呢,就按照371个月来算。 这样的计算下来之后,我的基础年金呢,是大约52万一个月。 妻子算下来的话呢,大约是51万一个月。 两个人加起来才10万多一点点,这点钱在日本根本不能生活。 怎么样,绝望了吧? 不过放心,还有后生年金。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后生年金能拿到多少钱。 关于后生年金和之前一样,也有一个公式,就是这个。 在这个公式中,后面的两项经过的加算,加给年金额,这两项可以忽略不计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后生年金可以在65岁拿,如果你不在65岁拿,在75岁或者是85岁。 越往后的话,这两个数值越大。 但是,如果你在65岁拿的话,这两个数基本上就是零了。 所以说,我理解这两个数可以忽略不计。 剩下的这个报酬比例部分呢,就用这个公式就可以算出来了。 在这个公式中,同样的,我们还是有一个位置数,不知道是多少。 就是平均标准报酬额。 放心,有办法计算。 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,年金中心会给你发一个年金定期券,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 在这个年金定期券中,有A,B,C,D,E,五个部分。 其中,这个E的部分,就是你的平均标准报酬额。 这个数值因人而异,工资越高的话呢,数值越高。 在日本,年轻的时候的工资比较低,年老的时候工资比较高。 所以这个值呢,是一个渐渐增加的数值。 在这里,我就取一个平均数值,55万。 算下来的结果就是,每个月能拿到95000块钱左右吧。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,年金分所有人都有的基础年金, 和一部分人才有的后生年金两部分。 作为工作者的丈夫,能拿到基础年金5万和后生年金9万。 作为不工作者的妻子,能拿到基础年金5万,后生年金呢,则是零。 这就是所有的年金了,一共是大约19万左右。 在日本,每个月只有19万的收入,这算是非常非常少的了。 所以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收入。 日本的年金制度,还可以用这样一张表来总结一下。 在这个图表中,红色方块扩重的地方就是一个普通日本人所能享受到的年金制度。 红色方块的大小对应着相应参加者的人数。 刚刚我们算过了,国民年金能拿到10万,后生年金能拿到9万。 这个最上面的部分,也就是参加人数最少的部分,叫做确定给付企业年金,或者叫做确定出处年金。 相当于美国的401K,在日本,只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才会发这种年金。 这个年金的领取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一次性全取出来,叫做一十金。 另一种方式就是65岁以后每年定期取一点。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,由于我工作的时间比较短,所以呢,我能拿到大约900万左右的一十斤。 为什么要拿这一十斤呢? 因为根据这个公式来算的话,一十斤900万的话不用交税,所以这个应该是最合算的。 虽然有了一十斤的900万,但是每个月毕竟才只有19万。 接下来我们就算一算,一个月大约需要花多少钱。 从这个数据上看,一个月最低的日常生活费是22万日元,如果想过富裕点的生活的话,则需要36.1万日元。 这样表示另一个网站算出来的老年夫妇二人所需要花的费用,大约也是23万左右。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,19万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900万的一十斤,真的是不够啊。 所以,必须得投资一份股票或者基金,才能保证老后的生活。 日本政府推出的这个NISA非常有用,我现在每个月都在往NISA里投一部分资金,希望这个NISA可以解决我将来老后的生活。 之前说了退休后每个月能拿多少钱,接下来我们就算一算,退休前我们要交多少钱。 我算了一下,每个月大约是交后生年金保险料5万块钱,这样的话一年就是60万。 工作30年的话就是1800万,刚刚我们算过年金是每个月19万,一年的话就是228万。 这样两者相除的话就是7.89年,如果我们65岁开始领退休金的话,就至少要加上8岁,就得活到73岁以后,才算把之前交的钱全部领回来。 所以说,大家如果不想亏本的话,就要锻炼身体,争取活过73岁。 不管活到多少税,人生永远离不开税,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年金是否要交税。 我的年金只有228万,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来,年金不到400万的都不需要交税。 接下来我们看228万在整个东京圈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。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,年收的中央值是437万,那么对于228万来说,可以说是赤贫水平。 所以说,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投资。 之前说过的NISA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案,因为NISA不需要交税。 在日本,如果想提高生活质量,那就必须做好与税斗争的准备。 另一个方案是个人年金型保险。 这个保险就相当于个人的退休金,就是你往你的退休金的个人账户里存钱。 存的这份钱可以在退休后领取,同时每年存的这份额度可以免税。 说白了,钱还是自己的钱,唯一有利的一点就是可以免去当年所交的税,其实也不一定能免很多。 如果免去太多的税的话,你让日本政府去哪收税啊? 接下来咱们了解一下老人院。 毕竟老人院才是大多数人的最终归宿。 老人院分政府的老人院和民间的老人院。 最便宜的是政府的特别养护老人院。 入住时不需要一时金,而且每月的费用是在五万到十五万之间。 最贵的是民间办的住宅型油料老人院。 入住时的一时金有可能达到数百万, 而且每个月的费用在十五万到三十万之间。 整个东京统计的老人院的中央值来看, 是有料老人院的入住时金是594万, 而每个月需要花费23万。 所以希望大家都多锻炼身体,保持健康, 住到政府提供的公共的设施。 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比较便宜。 所以说,作为一个健康的老人, 会比一个不健康的老人要省不少钱。 最后总结一下, 我们的年金能拿到每个月19万, 所以一年就是228万。 这些钱是不够的, 所以如果资金充裕的情况下, 最好买一个个人年金保险。 还有这个NISA, 好处多多, 大家一定要买。 最后就是运动, 大家一定要多运动, 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。 好了,今天就先到这里吧, 咱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